這個討論有其他的這個記憶 當然我們也可以合併 變成少庭北街31巷 我們3號糧食主義倉庫 那因為他的確 這個剛才聽到從提報人到 這個甚至我們傳譯中心 我們主任都說明 他其實他作為很多的器官的這個使用 從這個從那個贊錢 對對不起那個光復前到一直到現在 到21世紀 是不是 雖然算一算最少 剛才聽起來最少我8組的單位在那裡用 所以那個星老師提到的這一點 這個 也是蠻值得這個關注 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的這個意見 來 星老師 我相信糧食局的倉庫應該有很多啦 不會只有這一棟 所以如果有一堆糧食局的倉庫的話 我反對前面加個地址 就像我們店屋也有很多棟 我們前面再加個地址 所以如果糧食局的倉庫有很多的 我相信會有很多的 可能在其他縣市也會 那這樣的話也許加個地址還不錯 那請問您好 其實剛才提報人們特別說明 這裡從 就他們家族在這裡住地200多年的了解 是沒有當過辦公室啦 所以也回應一下這個新聞員的這個說 那各位委員 那我們如果說 目前我們是一次都同意他具有文資的價值 那我們也認為說這個沙興北街31下53號建物 我有拆單書所有這個建物 應該提具為本市的歷史建築 我們是第一個部分這個通過 對於在這個名稱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就確認是 沙興北街31下53號糧食局倉庫 用這樣子的這個名稱就確定下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登陸理由 跟這個法令的依據 是不是我們首先要加入這個光復前 他是作為這個就職 看多少人寫到現在 那各位委員是不是也覺得說 他剛才因為新聞員提醒 他在這個過去50多年的這個歷史當中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他的確都是這個不同的中央機關 的這個從籌備處到實際使用的這個用地 是不是我們也責成 我們同事在跟委員們 還有跟管理機關 以及曾經使用過的這個相關機構 我們再確認也納入登陸的理由 那在下一次的這個文字審議會 來正式的確認同事 因為我們可能還要再主查一下 但也會特別去這個 這個拜訪我們提報人 因為我相信兩百多年的這個家族史 也可以讓我們更確認知道他 這個除了作為機關用地之外 更重要的這個 在台灣的文化發展史 或是歷史發展史上很重要的這個意義 好 那等一下 文綺你可以登案你的部分嗎 那我想這樣 當我理由是不是就很明確 第一點就是講他原子 曾經是愛國婦人會創立的 這個愛國基女學校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點就是針對他作為 那個農糧倉庫的重要性 包括他從日誌 其實他應該是在戰爭前就開始有這個 作為一個糧食集中再分配對地 第二點就寫這個 然後第三點就是講到那個建築的特色 那建築特色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用寫說他建築年代並非 這句話就不用了 我們就直接講他的特色 就是他那個大坂戶 牧行家的特色 大概我們就從這三個角度來寫在那邊 謝謝 好 那個個人若沒有其他的一切 我們這個案子就是通過 然後但是登錄的理由 然後就是留在下一支的行業會再來確認 就請問一個翁主任 是我們也同意翁主任在辦堂之後 這個很快的報告 就是因為我們跟他們的國產署的合約關係 有這個燈紅飯飯 就是剛剛有報告的 那在委員一併討論的時候 是不是包括裡頭的定作物 還有外面的這樣子的一個門柱圍牆 還有主理 那也一併幫我們做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拒以辦理 因為我們是認為說 不管後續的再利用的使用者是誰 那個空間的完整性 如果以現況保留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精緻拆除 那就會有一點對後續的再利用 可能會比較困擾一點 那這部分也請提醒委員在做討論 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我們要先確認他的文字身份 我們才可以處理下一階段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著急 但是我們也很著急 是不是這個容許我們先確認他的文字身份 然後同步大家會考量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我們優格 是不是我們先第一階段處理到現在 因為我們也必須要同步的 在跟文化部這邊相關的實施系者 也必須要纏照半年 那所以這個案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先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次審議會之前 如果有更確切的發展 我們也當然跟各位再繼續商量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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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真的花滿多時間 我們知道200多年的歷史 這個張先生這邊一定很多話可以說 那我們先暫時講 好 謝謝 謝謝 對 這個 那我們進行下一案 水義 水義案3 案由北投建市持行 謀報資產價值審查案 我還要問你 還是我對案的資料關上 本案標例為台北市北投區大同階12號 基地為北投區大業段二小段4748D號 涼壁土地 屬祭祭公園成年農耗所有 目前正辦理都市更新 會確認本建物是否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局遂柄權責 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啟動文資審查程序 2 本局於105年6月13日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 包括交集人張坤正委員 蔡元良委員 詹天權委員及劉淑英委員 會探結論略移 原則肯定大同階12號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次專案小組會刊意見 將續送文資審議委員供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城市祠堂大同階12號創建於光緒分野年間1890年 族人祖籍為福建泉州府同安縣 馬鄉廳十二都祥峰里封頭寶山 侯廷鄉原系羽眼派南苑派下城市主人始祖中宮 侯廷眼派後分成大長份相公份 宅禮分後補分後臂分五大支派 祠堂由侯廷派下城街免 侯廷分派十六市發起周姿創建 唐中奉似侯廷開基祖非正五十郎宮 二十四祖孟酬宮三四祖映宗宮排位 明治三星年遭回路之災燒毀 唐中神未復之一聚 明治四十三年由成用人發起重修並擴建 雖將一部分祭業出售為營建基金 先完成舊堂整修 而原定增建的錢洛新慈等應募款因素而未完成 及目前所見規模 包括正堂左右廊房中夾天井 祠堂駐北朝南為專木混合式構造 因年久失修關西屋礦昌 木構通柱腐朽極為嚴重 後期因漏水堪塌而增建 鋼構支撐及鐵皮屋頂 為原有形貌仍可看出日治初期的重建規模 北投城市族人與北投地區漢人肯拓的開發歷史 其息相關 且城市祠堂系為 地方城市族群勢力的重要活動場所 儘管礦不加但已具文化資產價值 城市祠堂約於更續年左右情節 目前除木磚石座外 其於過程中之修建 無磨石子地平保存良好 柱頭屋頂損壞可以修復 建議列為歷史建築石柱及堪用之建構 以後才將來重建時保留使用 辦理情形次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適應細則第七支一條 辦理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等會再講評估報告的內容 有關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創建年期為西元1890年 現況為祠堂祭祀使用 所有全人保存意願 因無法負擔寄住上關費用 雇今大會決議重建大樓 並保留祭祖空間 價值分析具 歷史文化價值 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文化資產應有所有全人管理人 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建議請管理人與文字審議委員會 中巷委員說明 登陸範圍 原土地所有權為私有 所有權人表示 已參加都市更新計畫 目前無保存意願 提請委員討論是否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這是現場的地形地極圖 前面比較小圈的這個是排房的位置 那後面是主要建築的位置 這是現現場前面的排房 首先要提醒委員討論 這次要提醒委員討論 現在要提醒委員討論 議委員長官,大家平安,大家好 今天是代表我們祭司工業 希望這個上面是不是可以撥上我要剪短套套的 因為我原來有一個意見表 意見表因為比較詳細但是比較濃長 所以我把它削那個有縮減 我們陳氏池塘嚴格是105年6月13日會刊席路 我是做補充說明 那我們在明治31年 那個雖然創建主持 但是它是已經全部燒掉 燒毀了以後 我們才有後避分支派 部分個人出資來興建 並不是大長支派 後補山支派、相公支派及宅羽支派共同出資 第二個就是我們陳氏池塘 是屬於陳棉隆祭司工業的宗旨 其他支派另有各自祭司工業 如大長支派有陳本生祭司工業 相公支派有陳薄熙祭司工業 後避派支派還有分陳棉隆祭司工業 跟陳毅度祭司工業 所以我們這個祠堂只有冬至祭祭的時候 無償出借給其他四個支派 在前一日方便他們祭祭使用 並非四大支派的主業 也非陳氏族群重要活動場所 因為這邊平常是沒有在祭拜 我這邊也沒有居住人 那祠堂內的祖先牌位 也大部分都是陳棉隆祝的祖先 其他支派的元祖 就是比較久遠大陸的元祖牌位 由陳棉隆祝是戰戒期安置 詳細的有請參與意見表裡面有解釋很清楚 再來就是第二項 我們這個祠堂已經修繕過很多次 跟原來並不是非常一樣 所以不具備保存的價值 原因是說我們皇宮日期是在民國二年 然後地平已經是磨石子地板 木造部已經都重築斷裂下陷空心 那我們屋頂因為漏水已經改成鐵皮屋跟鐵架支撐 那磚牆的部分是已經有跌縫很嚴重 而且主牆倒塌過我們有重修 那牆面是洗七里石跟水泥粉光 排漏是民國六十年左右 因為馬路大同街破寬重建的新建材 因為裡面都沒有舊的建材 那第三就是我們祠堂內就是因為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繳稅 那要被法院拍賣 所以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籌劃如何來補繳這稅 所以我們工業在一百零五年 有補繳從九十二年到一百零五年 一共有十四年的土地稅 稅金有八百多萬 那我們還辦理繼承登記 跟每年東製技術的費用 祠堂維修的費用 稅金等支出多達數千萬的負債 因為現在是用負債來維護這個工業 工業是沒有辦法來償還這個負債 在民國九十八年間 因為財務情況失禁 並且欠繳稅費 先祖遺留土地遭查封 再一百年遭稅金機關拍賣 那因為我們就是趕快集資借款 跟潤泰 特別是因為我們有私家建商 那由潤泰來得標 所以才沒有被排賣 第四樣就是我們參與都根是為了要延續 本工業忠實棉原昌農 為了要延續紀氏工業 陳棉農號的忠實 保留先祖的財產 經派下員大會結議 經由石家建商公開招標 使敲定由頓泰創新國際股運有限公司為實施者 進行都根改建 我們有186位派下員 有175位出席 全部同意都根改建 那在102年12月跟頓泰 簽訂都市更新合作企業書 以其所提供的核建保證金及土地款 約五千一百萬 解藍莓之急就是繳納期限稅款 繼承登記、祭室費用、池塘維修費用跟稅間 我們也要求建設公司 將祭室工業祖先排位所需的空間 完整的移入更新單元規劃設計內 以提供後代子孫祭室的場所 本工業未來啟德之房屋將出租使用 收入將作為繼承登記、祭組費用 新設食堂維修費用 還有稅間等支出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都根 本工業將無力償還 基建建商高額款項 及賠償建商因之導致損失 依將導致使渴望都根之林地 因為旁邊有其林地 永遠也無法都根 以無法維繫本工業之永續發展 謝謝長官、謝謝委員 報告完畢 謝謝長官、委員 我是核建七天地 我們這個七天地 很久都是一個形狀 請你把那個七天地的圖顯出來好不好 謝謝你 那個七天地的三角形跟三角旗子一樣 後面有一個大龍街二項 跟陳錯那個主座合離 現在為了更新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更新起來 他是北斗捷運行出來最老舊的低層建築社區 也是臺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 擴大協助專案計畫裡面的一個 應該是有這個得證 應該不分地段 我們在103年9月七零地 以17位住戶參加季事工業成名農號 以任代創新國際文運有限公司合作之都更案 以為從此可以更新轉型台北市農 北斗市農 百多永遠七零地、愛王子的困境 北斗捷運站前市農將獲得改善 但意外文化局竟向陳氏池塘定掉為文化局 定掉文化資產好像意圖阻止土地都更案件 深感遺憾 本都更案是位位於北斗捷運站 光明路以大同街口 是真正的北斗舊街 也是臺北市政府規劃劃定的都市更新地段 政府不能私信移民 請幫助改善事工 能夠都更成功 也是七零地主們最後的希望 這是七零地 出過這個機會 將會永遠都是七零地 我們歷史文化價值應該是建立在人民生活經濟價值上面 如果人民生活環境不能夠改善 民生經濟如何進步 他在談歷史文化資產是那麼多空洞 維護他這個錢坑 這個不能停止的無敵洞 人民沒有錢用什麼去維護他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幫我們完成杜根 謝謝 我這邊是代表倫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們雖然不是直接的權力關係人 但是我想也是一個間接的關係人 那這個案子呢 我們在民國一 我們在民國一百零二年跟那個紀氏工業這邊簽約 一百零三年我們完成整合旁邊的麒麟地 那麼成立一個都更計畫 那麼在一百零三年底的時候 我們申請了一個都市更新 在一百零四年的五月公開展覽 那後來在一百零四年一百零五年都有經過都更幹事會的審查 那麼開會了好多次呢 其實我們都一直不曉得這個地方有一個歷史借物認定的問題 那在整個工展的期間 主管機關文化局也沒有表達任何的意見 那一直到6月13日我們才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對我們來講 跟我們多年的努力還有住戶也都一片瓦爛了 無所適從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其實工業這邊有很嚴重的財務問題 那我們也支出了五千多萬 這還不包含我們所支出的設計費用 還有規劃費用 更新的顧問費用等等 顧價費用 那如果說這個被認定為歷史建築 那對我們這個都更案 對還有旁邊 渴望臨地 渴望改建的一個住戶 當時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到時候可能又會成為一個法律問題 所以恳請各位長官審議委員能夠衡量 好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怎麼樣 這個部分我們接著可不可以請委員 因為當日6月13號 我們有穩織委員到現場去看 那今日在的大概有 蔡元良委員跟廖詹天權委員 兩位委員都在現場 額先前委員 對 看看委員的意見 也好 那個 各位委員 超謝 熱的來來 抱歉 我們好像民眾主題 好 那個 各位大家好 不好意思遲到 那我想我們當天有世衛委員到現場 那世衛委員對於建築的現況 當然理解到那個現況的狀況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從歷史 從跟周邊環境之間的關係 其實世衛委員的意見其實很一致 那這個案子 後來我有嘗試 因為也覺得很重要 知道那個 主裡面的這個這個主人 其實那個想要開發的這個議員 所以後來比較謹慎一點 又從中研院調了一份資料 那這份資料的那個內容 我大概整理在我的審查意見裡面 各位可以參14頁 14頁的這個內容 那 不好意思因為我剛剛才到 有關那個 族人所提到的相關的那個 都更的問題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 整體來看 這個房子其實在日本時代 其實重建過 原初的創建其實是1890年 那沒有錯 那個族人所提到的這個 只有後備一份支派個人出資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在資料上其實非常的明確 那這份資料是1970年左右 時間我忘了 當時候由那個派下 當時候的應該是主委吧 所寫的 所以那個可靠性其實非常高 那我的內容就是根據那份資料 所整理而來 那這個 池塘這邊提出了說 由後備支派個人出資興建 這個沒有問題 只是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第四行 陳階層 陳階居 沒有辦法證明 就是說直接的聯繫到後備派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應該就是後備派 那這個部分其實沒有問題 那房子後來在每隔幾年 明治31年 1898年就燒了 所以蓋完8年之後就燒了 那43年經過10多年之後 在內份資料裡面就有提到 出售了一部分技業 然後當做這個基金重建 那原來的計畫規模更大 規模更大 只是因為募款的因素其實只完成部分 而那個部分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格局 那其他的意見 我想請各位委員參著 我個人的這個審查的意見 那我先做以上的補充 謝謝 謝謝各位 在這個去會刊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了就是說有局部的一些損壞的 還有長久以來漏水了 那後面的那個當學堂的那個部分 大概已經都破落 沒辦法修了 但是對城市池塘這邊 我們覺得在構造上面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有修復回來的這樣的一個可能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在未來跟建設公司這邊合建 或者做都更的時候呢 能夠把這個池塘適度的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融到後來的設計的案裡邊 那當然這個可能就是要由這個實施者論太公司這邊 來結合我們這些城市中史的鄉親 大家想辦法看怎麼樣把這麼漂亮的一個建築物 能夠把它盡可能把它保留下來 那融到設計裡邊 這未來的設計呢 當然我們知道它池塘剛好就在這個基地的正中央 但是在我們過去台北市這邊的一些古蹟的認定 歷史建築物的保存 可能我們都想盡辦法都能夠克服這些困難 所以在還沒有做這個正式的規劃以前 如果能夠想辦法把這個部分放到未來的規劃理念裡面的話 相當有機會 這是我們在當時個人也覺得說 因為現況保存還算不錯 所以提報為這個歷史建築的這樣的一個原因 以上參考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還有其他要發言的方面 我們要不要說一下 就是剛才我們這個代表提到的就是說 在公展的過程 那這個國化區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現在這個程序上的干戈應該也比較重 就是說現在公展都完了 就是說現在公展都完了 那個 都完成 蘇發局需要說嗎 幫你其實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確實是在民國89年的時候 因為環境移動 所以我是我們市政府主動公告的更新地區 那在103年的時候 就是由實施者這邊來申請這個報告 那公展完了 那公展在104年的10月我們其實是有開過幹事會 然後跟今年的4月開了幹事會的副審 那確實是如實施者所說的 就是文化局的幹事是沒有財家也沒有金鐘書面意見 那他們開完了幹事會副審之後 就修改了這個 其實他設計做完了 他相關的設計是做完了 那他在6月的時候 就今年的6月跟我們申請下一個階段 就是都市更新要進行聽證 聽證完了之後要提到大會 可是在就是6月3號他提出申請 所以我們發言局在安排 更新處在安排聽證的時候 就收到這個剛剛講的那個專案小組的那個會刊的結論 因為專案小組的會刊其實是沒有要請發言局跟更新處參與的 那因為6月13號的這個會刊紀錄出來了 所以發言局就沒有再走下一階段的聽證了 因為這個確實跟原來的設計影響不小 所以我們如果這個文資的部分確認之後 我們會請實施者依照文資的這個決定 重新做規劃設計上的一個修正 那修正進來之後呢 我們再就是講一個往下一個階段走 以上 好的文化局要不要說一下 這個整個程序上他有干戈的地方到底是 好主席這個 幹事這一部分沒有做任何表示 因為那時候是列車 那列車的話還不是屬於一個正式的一個行政處分 那所以這個案子的話其實 就是因為在文資法它不是屬於行政處分的情況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在今年的6月 去做這樣子一個啟動文資的一個程序 然後來提到這個大會上去做最後的一個 決定與否的一個行政程序 那一般的話以前大部分都是由所有權主動提報 那所以但是這個案子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更新案發生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個案子由一職權 主動自己啟動專案小組來做這個程序 所以這個應該還是有程序上的檢討 就是說如果說是所有權人主動提報 你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他沒有提報 但是因為我們有列車在案 他現在又啟動多根 所以我們就主動 那這個邏輯上面就是說 我們這個人家已經都完成設計了 對不對 那就是說在這個過程我們是不是有太慢 因為這個不是說我們講一句話 現在要服眾嘛 文資保護已經很不容易 但是我們在程序上 怎麼樣去保障大家的這個權益也是很重要的 他如果設計下去 我們府內就算大家辛苦一點做一點白工 但是設計要錢的 這個要怎麼去解釋 我覺得這個程序應該要釐清 要不然的話我們斷然去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讓人家含冤莫白的 文資保護是個制度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慢慢朝向公平合理對不對 該誰分擔的責任 現在你講的所有權人要提出 將來要維護管理要出資 這都應該反應制度是這樣沒錯 對不對 但是你要人家這樣幹 事前是叫人家減少損失或確定方向 現在要納入設計的規劃 應該早就讓人家知道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說 欸這個東西你可以免於文資 對不對 這個沒錯 制度上是這樣 但是我們怎麼會有這樣程序這樣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要說明釐清的地方 好不好 這不是說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列車所以他啟動了都更 那都更又不是今天才啟動 我們應該早就要動作了不是嗎 還是說我們有什麼其他的說法 我講我的直覺啦 就老百姓的立場來看這個事情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爭取自己的利益 好不好 我想這個要不要先釐清 如果不行我們再準備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未來怎麼走 他必須要能夠釐清的 這邊有一份大會報告 其實我們通常列車的建築狀況 其實是在 通常是面臨要到拆除的階段 才會被通知到文化局裡面來 其實這要先做的成績 也在這裡這個孤待說明 這點我起碼這半年來 我擔任局長以來 也一直這個希望 那個是不是找到更好的機制 最主要是這個都市設計審議 都市計畫審議 市場委員始終都沒有文化局的參與 所以我們大概第一個就是一定是列車 第二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不太可能 這個會主動來去要求去做這個聯繫 當然那個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也知道說經歷了之前這個三組辦 那包括公民參與委員會 這個市長也都已經裁定 那未來在這個文資審查 那遇到這個都發或是這個都發的相關的計畫 這個如果是涉及文化資產的部分 那原則上它會採取利息審查 而且在下一個階段 這個都市設計審議的這個部分 也會納入文化局作為這個府內的委員 那未來這個部分應該是會 絕對是可以避免 在這裡也要先說明 主席委員還有長官大家早安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不曉得被列車 一直到六月才是 十幾號才知道 就是從這 我接的以前跟以後 以前是我父親 那後來現在是我接的 所以我從來不曉得被列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主措要重建的時候 我們拜託論太建設 確實有把我們的主持列在設計規劃裡面 因為我們連排位如何安排 神桌怎麼安排 我們的面積都有經過規劃 並不是不要維護我們的那個 原來的宗室的那個祭拜的那個宗室廟裡 還有我們也保留空間 也會保留那個讓我們的拍下 一樣可以來參與 例如說如果實住是好的 我們可以保留 我們也可以弄一個 就是好像放在我們的主建物的某一部分 來做一個展示 這個我們是當初也有那個 考慮在內 所以這個部分請委員 大家就是說 可不可以幫我們是 我們當初如果說是早知道被列車的話 我們不必要去花五千多萬這種戶賽 而且這個是聯繫性的 就像今年的話 我們還要再花兩百多萬 明年還要花兩百多萬 這個這個金額之大 那我們當初早就知道列車 我們就不用辦這個來 花那麼多錢 戶賽這麼嚴重 所以拜託委員謝謝 謝謝 這個列車是不公道的 列車當事人不會知道嗎 原則上列車的話 其實是提報人會知道 其實我們在列車其實 這個部分是在我們自己內部 還有監管單位都會有他的資訊 其實是不公開的 那出發局的資訊 有 更新處也會有 文化局更新處都有 或者是剛剛講的公展 移入下來到現在 他是在103年的時候 他是他沒有劃定更新單元 然後他是直接就是 送都市更新計畫自然 所以我們剛剛說104年 因為其實在都市更新審議的時候 文化局是幹事也是委員 那兩次幹事會 其實文化局都沒有提書面意見 然後也沒有在做這個部分的一個提示 然後另外我們的同仁 就是他們又check過說 這個部分在我們內部 那個列車的資料裡頭是沒有的 我們除了刺激內部 在整個行政作業的流程 他必須要能夠去落實檢討 就是說今天也不是我們咕嚨一下 這個解釋一下說 這個不知道那個不知道就可以過去了 因為未來還是有這麼多的機會 要去做檢視嗎 那剛才都發局講說 我們幹事會也有參加 那可是我們文化局講說 列車都發局也知道 那這個都很麻煩 這個 這東西怎麼一路走到現在對不對 我想這個我們今天 細節上的釐清 還是讓這個文化局 租發局 我覺得要去做這個程序上的一個釐清好不好 那釐清以後 那這個東西 該怎麼去做相關的應貴處理 它是必要的 不能夠吸個跨喇的都不管前面半段 那就是說我們今天 就直接討論說這個列為這個歷史建文 列是沒有問題 我看這個走下去一定會列 但是前面這一段 程序上應該怎麼對 所有人或相關人有一些交代 我覺得這樣的話文資坦能夠走個長遠 要不然的話變成是一個霸道的文化資產保護法 誰會支持啊 文資到最後如果社會不能夠支持 你光有政府的強制 那你就花錢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去釐清這一段 好不好 那這個可能 我們會給大家一個 這個適當的一個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進到 這一段是會釐清的 我們就進到今天的這樣的提案的這個審議 除了憲康的委員 剛才有給我們一些指教 跟這個說明之外 我們在場的委員 有沒有其他還要詢問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請這個相關的 當事人還是要練習嗎 還是要離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退到外面的這個房間寫頭 我們就進行這個委員會的正式的討論 我剛剛第一點要列為 今天這個案子的正式結論 要有結果出來 好啦 我們整個府內的相關的運作的機制 彼此的搭配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能夠釐清 要不然的話 誰當主席也沒有用 我想就是說 我來當主席 畢竟是國不理中 對不對 但是也不能夠一直爭議下去 我第一時間就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在府內討論這些東西 不可能未來還是都發局 這個challenge這個文化局 文化局又說哪個局不行 這沒有道理 我們府內是一體的嘛 我想先把這個當作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看看 這個委員在這個案子上面 就文資保護的專業上面給我們一些指教 在我們這個現場的會刊基礎上面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寶貴的意見 我可以先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對我很困擾的是 文化局的同仁表示 列測是在更新處跟都發處 都發局都有資料 可是為什麼剛才又說沒有 這點我很以後 這個今天不討論 就是說我們讓這個 文化局跟都發局交來來探討 對這個委員會要提出一個說明 或者甚至報告 這個對我們未來的運作機制的改善 都會有幫助 我現在趁到這個專業上的問題 我們還是請教我們給你們看看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指教的地方 我們這邊的泥辦 大家如果沒有指教的話 泥辦現在以剛才這個造紀人 他所報告的 他確實在歷史文化資產的保護 應該是有這個正面的意義跟價值存在 那這一點大家不曉得沒有意見 請再一次 一樣就是上個案子也提到那個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復健4 應該現在應該寫在第14頁 就是有關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那這個事情可不可以納金來說明 就把剛剛那個應該很清楚 對 當然不曉得這條條文會不會被開掉 但至少目前存在 就是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這個是由所有權者的負擔 那現在負擔的狀況 剛剛想起來大概有 目前已經負擔了大概五千多萬 剛剛講的數字 那將來這個是一定都要解決的 就是在如果指定股機的話 當然這個是列入我們評估的一部分 私有的財產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就是說評估文化資產 這是有一個財務報告 這個財務報告 按照現在的制度 包括什麼融機移轉啊 包括像我們剛剛的第一案 第一案的那個市有文化資產的補助啊 等等這些事情 大概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事情 這個當然有 可是聽說給外面的這個 這個所有權聽的 就是按照我們現在已經負債五千多萬 可能還有更多啦 但是按照我們現在的制度 包括私有的文化資產補助 包括可能的這個叫做融機移轉 所以我想那個論壇他們大概都很清楚了 這種可行性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可以答出一個問題嗎 主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特長再一次的解釋 這個有關那個民友人提到那個實施細則 實施細則是在那個 就是說現在上個月7月27號文字法修正之後 那他可能也會針對一些相關的執法做一些修正 那還沒修正之前的確 目前是有所謂的要做針對於指定古蹟 或登入為歷史建築 要做一個財務評估 那原則上依照文字法是由所有權使用人 或官員來部單位顧 那因為這個案子是屬於私有古蹟 那私有古蹟在一些 在文字法目前的一些制度保障上面 他有稅捐的一個減免 還有容積移轉的一個可能 那甚至於如果私人他想要申請修復補助的話 那在文化局裡這邊有 邊在資本門有一千到三千萬不等的 不同年度的一個預算內容 還有譬如說經常門的 譬如說做一些文物資料的整理 也都可以予以補助 那這個是做一個說明 因為你提到新法的那個部分 新法的話是目前文化部也正在針對於那個 有關財務評估 因為當初文化部會訂出這樣的一個 要做財務評估是因為台北機場這個案子 那他們在財政部跟交通部針對於就是說文化資產這一塊 好像都沒有考慮到後續的委管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經過財政部跟交通部跟行政院那邊做一個反應之後 那希望文化部針對於所謂的財務評估要做一個 做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評估內容 然後給委員做一個參考意見 但是我們還是回歸到真正的是屬於文化資產 就是審議到底有沒有價值這一塊 因為後續文化部也有表示說他們可能會針對於財務評估 再重新把這一條翻新 後來才新增的再把它重新再廢掉這樣子 以上說明 可以掉 可以了 準備要再刪除 刪除 對 再刪除 刪除 刪除這個 意思就是說以後不用財務評估再挑戰 以前就沒有 但是因為台北機場這個案子之後 才重新又針對那個執法增加了要做財務評估這一個項目 但是文化部也有表示說 他們現在因為重新公告之後 他們現在態度會傾向又把這一塊有關財務評估 因為不能當作是委員認為說是文化資產有價值的一個主要的參考依據 文化部也有表示這樣的一個意見 OK 好 來 你講 跟那個母法有抵觸 所以那個細則要再修 因為母法的精神是價值論 然後他那個財務評估事上 他是在細則中間去講 他說如果 譬如台北機場 如果真的買不下來 那國家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幾個部會要去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他要把那個細則再修訂 說明一下 這個第七條之一是寫說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 進行文化資產的指定 登錄的審議時 應該依據文化資產的類別 特性組成專案小組 就文化資產的歷史文化 藝術科學自然等價值 及未來管理維護本來只有這一句 他又加一個財務規劃 指定登錄範圍的影響進行評估 那台北機場我們把他指定 全區為國定補機之後 那因為原來台鐵他是管理機關 他就說什麼他財務欠了負債很多 那行政院長當時的毛治國院長 早在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就答應他們那裡要蓋大樓 啊他就在想那筆錢賺錢賣 會幫他解決他的財務問題 沒想到被文化部的文資委員 指定為古蹟以後 喔 院長很生氣 啊 你是在創下 你們文化部去編預算買過來 哪有這種的嘛 哪有編預算去買那個古蹟的 沒有的啦 所以剛剛副局長講得很對 哪有這種的 那被逼喔 被逼的去修這個 問題是哪裡有什麼錢去買 如果這樣的話 那文化部要編多少預算去買 每一個私有的工有的全部都去買 古蹟也買 利件也買 哪有這樣 沒有的 所以副局長講得沒錯 沒有這樣子的 所以這一條要再檢討一定會刪除 那這一次已經在研底修正實行細則 那他有請我去啦 但是因為在台中開火 我們沒有辦法去哪裡 那他們很認真趕快再檢討了 今天的問題就是 所有的專家委員去做現場的勘查的時候 都覺得有這個價值